全油管最快新闻,江苏长州市公贸高级技工学校官网近日被发现出现色情内容,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投诉。 学校已经接到了家长的投诉,并联系了运维公司对官网进行临时关闭,正在进一步处理。 据报道,从微信公众号进入官网后,页面显示了多处色情内容。 学校表示官网可能被黑客攻击,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解决问题。 截至目前,官网的端口已经被关闭,无法访问。 长州公贸学校是一所占地面积200亩的大型技工学校,有超过5000名学生,提供22个专业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